年轻男生和中年女性是绝配 有句话叫 在最猛的年纪遇到最猛的你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男生在20岁左右 熊极素达到了巅峰 这时候看见两只蚂蚁都能冲动 而且一天练7次都不会累 从20岁开始 男生熊极素水平开始下降 到40岁以后就会无欲无求 但是女生刚好相反 女生从20岁到40岁 肌素水平逐渐升高 40岁以后女性刚好所在巅峰期 所以年轻的男生和中年女性是绝配 咱们说的这个肌素是搞同肌素 搞同肌素男生和女生都有 男生搞同肌素主要在搞完蜂蜜 女生在卵巢和胜浪蟹蜂蜜 但是男生的搞同水平 是女生的10到20倍 所以这也是男生肌肉长得快 女生肌肉长得慢的原因 另外搞同水平越高 减脂越快 你看那些科技战士女生知道 不仅肌肉长得大 而且能常年保持低体质 搞同水平高 需求就更强烈 而且硬度款高 最重要的是体力好不容易疲劳 我看你累了一天了 我心疼你 舍不得折腾一次 你别不知好歹 我心疼你